日本央行长缩短在美国怀澳 我回到第二节投资日度的时间 跟大家讲讲日本方面的情况 以及强日元的形势 因为收到一些观众的电邮 希望了解多一点日本方面的情况 今天第二节投资日度的时间 跟大家分析日本的情况 以及日元现在的强势 日本央行长缩短在美国怀澳明州举行的年会行程 星期日已经匆匆回日本 并在星期一的清晨召开央行长的紧急会议 市场认为本来想着有些事情更大决策会出台 日元一直跌回来 迫向86关口 日经指数更加一度升超过3.2% 但最终央行宣布增加向银行提供的定息贷款规模 10万亿日元至30万亿 所增加的贷款限期是6个月 时间较之前20万亿的3个月钱是延长了一倍 但维持隔夜借贷利率在0.1来不变 现时每个月购买1.8万亿政府公债的规模也不变 市场对于措施大感失望 因为不足以令日元的强势逆转 日本股市政府也收集 日元也再度突破85关口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芳明在其后记者会上说 不排除任何政策的选择 但认为现在买公债规模相当恰当 又说减息或产生反效果 必须审慎考虑 这番言论主要是回应市场 对央行应该加码买政府公债 以及减息应付通缩的看法 但未能消灭投资者对央行今次决定的姿态多过实际 对于政府施压敷衍了事 大家都可能有这种疑虑 日元上星期突破去年底 做84.82的14年高位 触及83.59的新高 令日经指数15个月以来 首度失手9000点关口 相比4月高位 调整幅度更多达两成 加上日本第二季GDP 由第一季增长4.4% 大幅倒退只有0.4% 7月份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1% 连续17个月录得负增长 令政府对强日元损害经济怨然加深 日本执政联盟在9月14日举行党会选举 首相奸籍人面对党员小宅一郎的挑战 自然希望能及早推出自己经济措施 增加升势力保连任 近日政府向央行增加施压的压力 亦明显看到 上星期五白川方明在出席央行年会期间 首相奸籍人已经明确表示 会对日元强势采取果断行动 经济财政大臣方井聪 亦强调日元走势增加了经济下坏的风险 之前不断出口述干预压止日元升势的财政大臣 星期一亦在央行加推货币刺激政策后 亦重新央行可以采取更多支持经济措施 政府亦会采用所有可行政策 应付日元升值 经济产业大臣亦走出来说 必须要有央行货币政策和政府财政政策同步 才可以向市场传达一个强烈的讯息 这番言论也明显暗示央行做不足够 因为有消息指出 首相加印籍人会在星期二公布新一轮振兴经济方案详情 其实看回日本自从04年3月后 已经未入市干预过 当年美元对日元处血109水平 日本政府仍然豪宅35.2万亿日元阻止日元上升 美元去年11月跌至14.82日元的14年低位后 日本央行推出10万亿0.1厘的三个月定息贷款成功 是压止日元的升势 三月份的时候在财政大臣监职人要求 采用通胀目标的压力之下 将贷款的规模倍增至20万亿 今次再度出招 市场初步反映虽然欠佳 认为雷声大雨点少 但是有前居可减措施 未必都不是臭效的 奸职人和白春方面 稍后时间也会见面 或者会增加施压 日元后市强或弱 仍然有些变数 高位追买日元 必须要小心一点 这个时候 看回日本方面 那个情况现在未明朗 究竟日元方面 那个升势可不可以 在未来或今年之内 有一些下调回落去 大家要看 这个时候和大家再来更新一下 美股方面最新的情况 美股现在看到 道指未来指数在做10.116 正在升上1.10 美股仍然是这样 标准普尔方面 也在做10.62 升13点 看到未来指数 今天也向好 美股看来 今早早开市的情况 也不会太差 大家要留意着 除了今天早上公布 ADP的数据之外 另外 在今天稍后时间 也有其他经济数据公布 以及特别留意着 星期五公布 非农业职位 以及美国的失业率的情况 究竟美国的就业市场 有没有改善的迹象 或者未来九月份 这个投资市场 慢慢回约起来的时候 或者公司有没有机会 请多些人 大家可以留意着 除了是星期五之外 其实星期四方面 在早上八点半 也会有每星期的 新生领失业救济人数 市场现在预期 有47万人 上星期 47万3千人 究竟 可不可以 跌势持续下去 也要留意星期四的时间 这个时候 差不多可以结束今天的节目 多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早上九点钟 继续有财经三个论阅 再见